你怎样去玩 我一直责怪自己 我还打怪自己 为什么你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这样 失败 我很不甘愿 我很不甘愿 我的人生是这样 我怎么不甘愿 打拼打拼 打拼打拼打拼 打拼打拼 我这准再来 我只能摸到 受过的伤 运行的痛 错过的你 绝望的光芒 灰暗的天空 在期待 一旋希望的书冠 我游戏 我游戏的路 全力的墙 不变得痛 剪输的乱 眼泪的轻轻 历历正上有归记真心 梦中的那个世界 会出现骄傲的翅膀 不会是一致我空想 一世间一个意外 荣耀和好爱 你让我找到 我游我的路 旋律的山 不停的痛 我游我的梦 我游我的梦 你让光辉的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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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的世界 為此生長 無期望 無期 期望向 無期 人的遺忘 榮耀和磐悲 終於讓我相待 一分以外,荣耀和光辉,终于让我尝尝 当我开始接受威威的时候 我跟彼得讲 好,我明天,我很迟啊,我记得我很迟 我一定要做接受的时候,我打给Witter讲 Witter,明天你有在office吗 Witter跟我讲没有提问,也没有想讨你明天上海 只要你想通,我尽量帮你 我就去了他office 我去了他office的时候,我只是看到 阿宝跟他在讲话 他就跟我分析,你接下来你应该要做什么 如果你想真的你要在这个行业发展 你首先把面子放下来 怎么面子,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也没有跟我解释 当开始他只是跟我讲 好,就分析公司,再分析 好,再一次一经位,他骂我不及 这次我要嘛,我就会比较细心的听 他跟我讲公司老板 我讲真的,我还是怀疑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好,因为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个人是还给钱 但是我面对的自销是怎样拿钱 在你自销商的身上怎样拿钱 我只是听了 那我去问他,他讲完了 大概分析点,刚好他跑去厕所 他走去厕所 那走去厕所,我有没有机会跟阿宝共同 那时候我也不但认识他,认识阿宝 我只是几次见过面 我就问阿宝 宝 到底这间公司可以做吗 这间公司你的所谈的 真的吗,可以帮助我的吗 阿宝跟我讲 没问题的 你 这间公司百分之百可以帮到你 他又重复的跟Peter讲同样的东西 如果同样的东西 大致上不会跑到哪里 如果一个人讲电话,两个人,两个人讲电话 都一直等 所以如果我在这边 我用最晚的时间三到五年 可以让我翻身 为什么不要给你自己的机会 不要再怀疑,你不要再怀疑 因为他讲我 不要再怀疑,真的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 这样我就跑过去问阿宝 宝 你在这间公司多久 你知道他跟我讲多久吗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觉得我这样想 你觉得我这样想两个礼拜 我真的相信他 然后他就没有听天 给阿宝一个这里 我就开始 我要开始做什么 我要做应该 我只知道 如果我要做一个行业 每个行业里面 我必须要百分之百多 如果我有怀疑 就比较难 就比较难去发展 开始我讲真的 我不可以放得 因为我 答应了 我跟他们讲 在三年里面 我的随机公司 他不会倒 放心 你们敢敢装我的随机 没问题的 我百分之百不跑 我是新加坡人 公司倒我 人还在 你可以找我 但是我在想 如果我要 从事这个 或者这个 我必须要 找人来代替我 装水机 拿 扛水机 讲真的 这个人 他本身 只会拿 他坐车的 他不是坐水机的 我只是问他 你老公 是做什么 他讲坐车 我跟他讲 你无所谓 会拿 Spanna 就可以了 Spanna 我也叫什么 会拿 Spanna 那个Spanna 就可以了 他就是在我最辛苦 最辛苦 一直跟着我的 Telan 还有Mr.Loo 是他的老公 我跟他讲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回来公司 如果有真的大漏水 你们不会搞定 你们才打电话给我 尽量不要烦 好不好 我的工作就是早上 从8点到6点 我就看到 我不会玩 水机发生什么事 很严重 我才回来 不然我就不管 我到6点开始 6点做什么 6点来做 跟人家分享 我什么都不会 我也没有去过公司 我只是Vitter跟我谈 我也没有真正百分之百进 那 同样的 我的老婆 是没有见过 就是做工 没有给人家骂过 一听电话 Service Line的 一定会给人家骂 人家心情不好 就拿起电话 做他的水机 拜 什么 每天都在哭 我跟他讲 你帮我分担一下 真的帮我分担一下 现在他很strong 不要紧了 你这样讲他 那OK 来给我老婆一个热点打声 没有在他后面 我真的这一关 我过不了 我过不了 还有Telen跟Mr.Ru 真的我很感激你们 在我去新府的时候 你们一直坚持着 他叫我工钱不用还 我说不可以 我做人工钱我一定要 那么同样的 我就开始 分什么 分卡片 Lavita的卡片去分 Lavita的卡片去分 分了大概两百多个 我的顾客 那我会跟他讲 什么要听 我给人家的 那个卡片 我会跟他讲 我什么都不懂 这个是我弟弟 我弟弟在从事的 你拿给你 那有人要吃 你跟我讲 会有人骂你 如果这样简单 每个人都早都发了 一个人都没有回来 一个人都没有回来 我觉得不对 我这样擦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 慢慢跟人家 不会谈 那很多人 包括我 也问我 你们的路太盘 是太盘啊 你觉得我答应 我说什么 你觉得是吗 是啦 太盘是什么 然后他看到那边 路学路根 这些没有 路的内战 你没有杀路 要杀啦 不杀 怎样放进去 大件事 真的很大件事 怪不得 没有人想要买 为什么我会发觉 我去到office Peter叫做 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回office 然后我就知道 不累 所以他 我坐下来 听他们做 我自己笑 我老的 但我太老 我老是太盘 我老笑了 笑了 我才开始 愿意去学 我才开始愿意去学 然后我在学的时候 我给我自己 很短的时间 还有 真的Peter一直在后面 帮我 今天他们有来给他一个热烈掌声 他每天都来我家 叫我讲制度 叫我学OBP 讲到四五天 我跟阿宝 但是阿宝比较容易 阿宝说 他要去厕所 他跑掉 我就到四点多 有时带我们去 这个 这个哪里 飞机请 Air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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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比较凉 那一段时间 我看Bender就来了 Bender Bender也叫他来学 我们就一直学 特别是在 我们在酒店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酒店 或者在飞机上 Bender特别会坐在中间 阿宝跟我 我们这两个 一定要拿 词出来学 写什么都好 要学 来Bender做什么 Bender睡觉 但是我们停下来讲话 他知道 我没有这些 他知道了 那是过程 真的很多过程 我就慢慢地开始 也慢慢地认同 但是 你知道吗 在外面欠人家钱的时候 只要在旁边的人 会跟你讲什么 这个人来了 应该要借钱 讲真的 心会被捅 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 还好 还好 他不介意要借钱 他怕我 把这些钱 又投入进去公司 他们在后面 一直帮我 真的 我也感谢我的家人 在这段时间 讲真的 大多数帮我们 是外面的 包裹 有个六十 故事远 他问我 为什么 你的脸 前来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跟他讲 公司发生了 很大的问题 他们用第二句话 他跟我讲 你拿一套来 但是他不知道 多少钱 我也不敢给他 他只是想办 你觉得我高兴 我很高兴 但是我不敢拿枕 套去他家里 我去见他 他说我要的东西 你没有拿来 去拿来 去拿来 因为我吃三八八的时候 我很担心 因为六十多水 他的不是说 环境很好的一个家庭 他只是要帮助我 他叫我下去车上来 我说我的东西放在车上 叫我出去下来 我拿了 我拿了我的本店 上来的时候 我讲真的 他问我多少钱 我跟他讲 三六八八 他问的是 多少钱 我还是跟他讲 三六八八 他说你不要问 到底多少钱 我跟他讲 三千六百八 是吧 哈 很大声 但是没有第二句话 他拿钱给我 没有第二句话 所以我真的在这个 很多贵人在办法 从那天起 我越来越生意 越来越好 慢慢越来越多 同样的 我来到中国 我开始 慢慢的 明白 我们不是单单卖成品 而我又去到了公司 我看到了一半老人 我在想 会不会这半老人 比较有应骗 三千六百八十八 这些老人必须家庭 也不错 才可以骗到他 三千六百八 我确实 真的吗 那我在想的时候 在一段时间 一个两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第三 我就看到了 奇怪 这些老人 如果被骗的话 每说他家人 在他 带他来公司 放他进去 听or 比比 就是七点到九点多 还很开心的 很有笑脸 回来呢 九点多 还帮他爸妈 或者爸妈 拿着那个本爹上车 有时不是一套 我看着我跟他说是七套 我觉得不可能会被骗 你们如果给你们以外觉得会被骗 那我又听到你的打电话的时候 他妈妈我妈妈吃的很好 她的朋友又买了 我觉得不可能 如果产品不好的话 他不可能这样的效果 他一定产品有效果 会说话 他才有这样的效果 对吧 那同样的我就慢慢的一直在看公司 他们的作风 我看到的就是 这些人不但没有被骗 还可以改善 那我爸爸本身 同样的不会走路 吃到种 我认为这个事 不可能 那我开始 我讲真的 我开始 我的孩子 一直做 本爹有关吗 本爹是一关的嘛 那时候小的 他拿来咬 哈啰 哈啰 你说你会说话 你跟我说啦 你跟我说啦 会吃的会好 你不要骗人 他今天也在下面 他也是一个爬步 那我在这几年里面 我觉得 家人 不是他反对 而是他们不够清楚 不够明白 我觉得 把他带他们去公司 看这间公司 到底这间公司是怎样的一间公司 因为直销 本身 直销两个字 会不会说话的 直销这两个字会不会说话的 Direct销会不会说话的 英文识明会不会说话的 我相信直销他本身 他不会说话 是有人 把他这两个字弄坏 那么为什么我们对直销的反感这么强 应该我们对人 同意吗 那时候我是自己在想 然后我就在想 鹦鹉 鹦鹉本身 你不管什么语言 只要你叫他 只要你叫他 他都会跟你说 同意吗 鹦鹉都会讲 但是鹦鹉本身 懂得意思吗 像我们是人 我本身我就问我自己 我是人 我有头脑 为什么别人说直销不好 我们就跟着做直销不好 为什么 那我慢慢的我就认同直销 但是我在认同直销的过程里面 我又想回我以前的直销 都是讲没错 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直销 可以 不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们要选择对的公司 不是随随随便便 哪一间直销就可以做 那同样的 我就一直分享 那开始 我必须就好像今天这样 我们在马来西亚 有会议 有培训 彼得就跟我讲 你要带人去 你要带人去 表扬大会 你要带人去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说 带人就有钱赚 OK 这样我就带了 我就带人 带人来配 来听 所有的讲师 在上面分享 有的 我很想听 一定会做到 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不是一个分享 分享的 有几个 你可以想要的 你可以拿到 同样的 我奇怪的就是 回了 我带了一把 大概一两把 上去表扬大会 不想提讯 那么那时候 我真的没有钱 我忘记了 千多块 还是两千块 我只能够应付 车程 来回的车程 跟酒店 我以为 自己带上去的 他们自己会去吃 哪里知道 他们说 没有 我们是在一起的 每一座 这一两把 大概一座 两座多 那我就跟彼得讲 彼得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 还这个吃的 你可以帮我 管一下 那到时赚到去 我再反给你 彼得没有 第二句话 一定做的 那奇怪的就是 我从 回来的 第一个礼拜 我有业绩 我有业绩 就了 大概是五千多块 你觉得我高不高兴 五千多块 给我那时候 是很大 很大 很大 我可以还很多东西 那我就觉得 这样的做法 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 发生怎么做 我知道 不错 我就在第二次 很快的 三个月 三个月一次 我就带人家去 我再带了 两两把上去 我回来大概一万多 两个礼拜多 就赚一万多 我觉得不错 那 里面有谁 里面 刚开始 我叫他来听 他一直去 只要直销 你不要跟我讲 如果你再来 你朋友都没得做 那就是我们的 碑马 丹丹丹丹 他只要我 你不要再来 烦我 你觉得 我有放弃吗 没有 我不但 没有放弃 我跟他讲 你 我给你机会 你不要 你给我机会 可以吗 我用糖 你给我机会 去公司 真正的 去公司 了解一下 听了出来 他跟我讲 不明天 他不明天 因为他 不是要这个人 他只是 应从我 坐在我里面 那出来的时候 我说怎样 他说没有什么 我说将来 我们是好朋友 你拿一盒 去吃 他说不可以 要给我机会 我说不要 因为我不是为了 这个钱 他知道我那时候 幸福 他要给我钱 我说不要 他拿了 针盒 回去的时候 他有吃吗 他没有吃 他给他的妈妈 对不 夜故事 夜故事 自己省了 省了 他可以吃了 几天过后 他可以走公园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没有跟我讲什么 他打电话给我说 你 你给我七套 我说你要七盒 还是七套 七盒 就是七盒 七盒 就是四十九盒 这十倍啰嗦 然后叫我准备 我出来 我拿了就要跑 他真的听都不听 我说来啦 你要听啦 他不要听 他就开了一张线 拿了磨 就跑 拿了磨 就跑 那我也没有人 我慢慢开始就有人 那时候 也是有一个 他已经也是 应该没有在 他在台湾 艾利索 素素艾利索 他也是被买 那开始 他是住给浪 这么每天晚上 我必须要去给浪 给浪十九相 我必须要去给浪十九相 请在那边坐 喝酒的地方 你觉得有不可谈吗 没有啦 没有 就是说天说地来 说有 说没有 我下去 七天我讲话 因为我不打会 不是不会说话 要婉转的话 我不会说 我去给人家 浪 我要给人家 然后我在想办法 应该怎样 我差不多每天都到 那你觉得每天 又欠人家 一百二十万 又没有什么赚钱 你觉得 家人 会觉得这样 特别是老婆 会觉得这样 不到去哪里当 他叫我的孩子 跟着我 他叫我女儿 跟着我 看是不是我真的 有人在谈 那两个孩子 回去跟他讲 真的 爸爸真的 有很多人 不睡觉 那同样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就慢慢的 开始是Iva 有一个Iva Iva今天也没有来 Iva接下来就 叫了谁 叫了 曼妮也有 开始曼妮 也有 开始是曼妮 曼妮就开始 他说他要回去中国 去公司 去中国发扬光大 我们也有过去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大懂 曼妮在哪里 OK 谢谢 就这样慢慢的 把这个行业做到 然后接下来就Iva Iva就 这个 哎呦 这么想不起 刘姐 刘姐一个 就得掌声 就慢慢的 主缘慢慢 一个一个进来 真的有时候漏掉 你会弄掉的 那所有我的 六位上次期的伙伴们 和我的伙伴 真的谢谢 谢谢你们 同样的 在这个过程 我们一定要有过程 不是很多人走 做直向我马上进来成功 可能吗 不可能的 他必须要有过程 不管怎样 我们要跟着 Li Wei 本身的教育 他最简单 他很简单 里号什么都很差 但是我在这短短六年 我跟着系统 跟着Ri Wei 的方法 讲一 我就跟一 讲二 我就做二 比较容易 OPP需要 搞马一样 系统不要搞马一样 NPO要 懂马一样 可能你们不知道 什么叫NPO 你们同伙伴 会跟你们谈 还有 今天的培训会 表扬大会 同样的 在表扬大会 说到表扬大会 我记得 我是为了 张赛尔坛 拿那只卖 有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 有没有等讲话 还是有的讲话 我就爽 因为 在挑二年的时候 我看到 Liter 上来 表扬 那时候我在想 如果 他能上来表扬 还有很多 走路这样 还有很多这样的 他们都可以上来表扬 为什么 我不能上来表扬 我就朝向这个目标 我就会 每一次要上来表扬 需不需要级别 我们都 每个人都需要级别 对吧 都必须要级别 所以每一个级别 就好像这次 12月29号 什么级别 才能讲话 是Facial Begasus 5 我们以为 Begasus 4 都有的讲话 我们以为 这样应该在前面的 应该有的讲话 这次有的讲话吗 Begasus 4 没有 完全没有的讲话 那最重要的 还是 要选择一件对的 一件对的指向 那我本身 所有的东西 就在这六年 短短的六年 我前面三十多年 我只是用六年 把所有的东西 拿回来 所以你看 这最佳 上一次的 上一届的 正常 你看 年龄不是问题 特别年龄 是不是问题 我只知道 不要给借口 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我从开始 才四十岁开始 进入这个海域 是你 很爱你的家人吗 是你 会被付出你 本身爱的人 或者你的家庭 你才能 真正的 步步一切 不管什么辛苦 你都为我 不要给问题打倒 我们去打倒问题 很多人 做到一点点东西 或者 出了问题 或者讲一两个 一两个不要 他说 日未不能做 就马上去 觉得 很难 不是这样 一定有人要 有人不要 有人要 有人不要 但是如果 我们要想要 在短期里面 短期里面 改变自己 我只能讲 我选择 我以为 他能让我在这样的 一个中畔里面 55岁 还可以听到 爽不爽 爽不爽 那这间公司 它是细心到哪里 包括我拍照那一天 我们的总经理 也坐在那边 看我们要怎样 一点点都不行 一点点差错都不行 哪一间公司 会为 零食交商 担心 他们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六位 担心 我们赚不够钱 担心 我们没有荣耀 担心 不该担心的 也担心的 担心什么 我只能讲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 三星 有没有一分 有没有一分 一分真正的是多少钱 钱多块 两分 可以换一套 这样是多少钱 我在昨晚 我就是想 不止3688 我们一进去的话 还有对方呢 这样最好 十千多块 为什么一间公司 愿意把钱拿出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与众不同 就是我因为 看到这一点 我相信 我的生意 从刚才我讲 只要用东 分红 分钱 根本 它是 不公平 但是我当看到 这间公司 从2008年开始 到今年 已经十年 当我来的时候 大概是四年 2013年 2012年 我真的开始在 2013年中 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我发现了这四个 这四个 就是 为什么 应该 是在破裂的时候 算什么多钱 有多少人 有多少公司 很有钱的 想来拉人 我相信很多 那么我一直在看 为什么不会破裂 因为我是等公司 倒的一个人 真的 我来的前一年半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 这四个人 不会分裂 我一直想不通 而我就怕他倒 但是他没倒 我倒 我就赶快追 那么 这四个人 讲真的 他们的想法 从2008年 开始 是两个 然后 慢慢就 Ivy Ivy 跟我们的 Hodiac Ivy 都可以 为什么 他们可以一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因为 他想过 他做到 他想 只要相信 Ivy 国情 的人 他能在 Ivy 里面 改变他们的人生 他们一直做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看到了 每一个人 都在外面打拼 对吧 你觉得家里 我的老公也好 老婆也好 会有没有 管 会有没有 管 但是我在想 他们 我没有问题 他们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 他们一直将付出 奇怪的 一间公司 如果 再不好好的 珍惜 真的 世界上没有 所以我才开始 真正的 百分之百 收入 然后 现在 回来的 问题 也不是我在看 我们 整个 一直在看 以前的生意 没得赚就没得赚 现在我们 整个组织 你回去的 以后 以前给你很多 问题的 慢慢他们 也会成长 而回来的是 好的 坏的 而所有的东西 都会回来给我们的 那就是过程 同样的 有梦 就要去追 不要陪追 以前 以前我很想 很想 很想 拥有一间 牌物就好 拥有一两 一两 好牌 也可以 就是 一个圆圈 三个 我这家伙叫 马斯蒂斯 我就已经满足了 给我那个就好 但是不是巴掌 是车 我要讲得清楚 不是巴掌 是车 我就很满足 因为我一直在跟人家 做物质的 很大街 我每次坐在那边想 如果这些物质是我的 是多多么好 但是每次 我摇头一下 不要做摆着梦 跟自己讲 不要做摆着梦 它是不可能 那么在 VV里面 这六年 我拿为我很想要的东西 第一个 就是我 我叫我 as someone 那么我现在 叫VM 都是我想要的 他能给我视线 那么我们 当然要去做了 不是用讲 我们当然要去 但是不是我们一个人 那人生短短几十年 刚才 我们也听到 不要给自己 说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一下子就过了 我每次跟我们讲 跟我自己讲 有时候我爸讲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更要真心 因为我们来自一个不容易的社会 来我们不容易来到了人间的一个人 所以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说大家都是冠军 为什么我会说你们是冠军 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要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父母亲 要生我们的时候的过程 比如讲 你看到那边有门 一个门 看我这边 一个门 我喊 所有的人 一次过通过这个门 你觉得可以吗 很难 那会发生什么问题 或者打架 或者被踩在地下 同样的 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人间 我们经过很多很多 精子 要去母亲的 卵子 只有一个 那几千几万字 几千几万字 为什么 偏偏今天 是你坐在这边 我们经过了一场很大的战争 这个战争是我们兄弟姐妹 我们一直跟他们讲 你给我出来人间 我做一番事业回去 只十五年后 我回来给你们一个交代 那经过了几十年后 如果还没有做到的人 如果回去了 怎样交代 我不知道 这要看大家自己 我本身做到 我有 我可以回去交代 当我回去的时候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one dream leader 不要给借口说 我不懂这个行业 我不明白这个行业 我不是这个行业 没问题 在这边 我只能讲 你到领导 会帮 会教 不要给自己借口 人生短短期视 我家人 以前 在一家 在谈话的时候 大多数 我们每次叫父妈 就是我姐姐 他们叫父妈 他们的朋友 怎样怎样 然后 他的朋友 又怎样 我每次他们在吃饭 他们在讲 我觉得真的 这些是无谓的事情 好 那就没办法 一家人坐下来 大致上问 但是很奇怪的 现在我们一家人坐下来 吃东西 我们都谈论 奇怪的就是流威 我们接下来应该讲 我们接下来 要怎样把主持 做得更大 奇怪 我们有这些话题 存在 变成我们有很多话题 以前谈不拢了 现在我们比较容易 谈 因为一个方向 一个目的 那么只要原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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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马之夜 来到现在这个时刻 毕竟一时间 到今天为止 我们有168位 这么了不起的飞马 刚好是被流发 我觉得接下来十年 应该会是非常精彩的 应该会有一个 很大的丰收 那么会不会有丰收 绝对不是因为这些数字 就是因为在做这一颗房间里面的 来决定 到底他接下来十年 会不会有很大的丰收 那么我看到这样的气势 看到这样的气场 没有丰收都不可以 然后接下来十年 一个大概 中文字幕——YK 所以在飞马之夜 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我曾经想过 因为我在结婚的时候 我答应 什么东西都可以答应的 我答应我的老婆 要带她去瑞士 瑞士走 然后我跟她讲 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我带你去玩 走三年又三年到了四十九岁 我跟她讲 对不起 我无妨带你去 瑞士 已经完蛋了 那第一次 我去表演大卫的时候 公司一定给我 去做瑞士 我带着老婆 那时候也是去瑞士 她在飞机上 她坐住 我坐住 像Prisenstein有没有 歪 有 她就叫 那个公姐倒一杯 我倒一杯 我就看着她 她也看着我了 那不然的话 我们从未来 你都会去 不然我们做交杯酒给 那我们就 我可以拿来交杯酒 你觉得 我看她的眼泪都流下来 我本身 跟自己讲 为什么还有机会 我根本这个人生里面 都没有机会 为什么还可以 我只能讲 我现在所有所有的东西 包括 我站在这边 都是留位给我的 谢谢 因为我的行业 我以前的所有的行业 我不能带家人去 我不能带家人 晚上喝酒也好 什么都不能带 但是在内威 我们很 很好 可以带我们的孩子 带我们的老婆 来看到你这个公司 是怎样的 公司 还让我们孩子 不用担心 我不用担心 我孩子接下来的生活 因为在内威 他能发展 他能去到全世界 但是他本身 读完了大学 我们做父母亲的 大多数叫他们去做什么 去做工 去找一份工作 好好的去做 但你觉得 做工有没有问题 做工还是有问题的 同样的 因为他刚开始加入的时候 就是我叫他来 我本来 我老婆就跟他讲 见好就送 的意思是什么 赚到钱赶快跑 会不会这样的想法 我不知道 他给他一年的时间 给我孩子的一年 如果你在这里 没有赚到钱 你没有办法 给我一个月 五百块 你就必须要去外面 做工 那我孩子 答应他 如果我一个月 超过一千块 你觉得 我可以做下去吗 那同样的 我的孩子 刚刚也是 读完大学去 那他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 最少 能 不是存 能给他妈妈一千块 这样OK吗 这样可以吗 我相信 哪里都有问题 但是问题的结果不同 它的结果就不同 哪一个行业 没有问题的 哪一个行业 都有问题的 我以前 做装修 刚才我讲 做装修 跟人家写 去的时候 因为价格的问题 有没有问题 也有问题 但是我的问题 现在刚才我讲过 我的问题 现在是整个群职 我的问题回来了 我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组织回来问我 应该问 这个问题 这样解决 我懂不懂 因为我有过程了 受伤是好的 OK 来我们看多一个视频 好 说一 这个是什么 一间 七天都放扯了 一间 我原本真的 没有可能会住这样的屋子 是不可能 是因为 Rewi他给我 我不敢说 一直强调说Rewi他是最好的 我只知道 我全家人 接下来都在Rewi 我最担心的是 Rewi不爱 Rewi不要 那是我最担心的 我相信Rewi不爱 不爱我 我相信 因为他们有一个大碍 只要你想要 你敢敢的 不要再想 我相信你们 都有想法 去分析一下 去分析一下 一个人 说什么都不会的 曾经给老师 叫进 那 狗屎的人 今天可以站在一个 这样大的舞台 跟现象多人分享 证明了什么 证明 这一间公司能 培养处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想改变 公司就有方法 来培训你们 来培训我们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变成一个 有价值的人 让我们能 光中耀族的人 这样 好不好 单单拍照 我刚才讲 刚刚拍照 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很想一张 全家屋 我只是这样讲 但是听到的 公司听到的 不是这样 公司听到的 他就会想去做给你 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公司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在立威 有这样的平台 有这样的人 担心着 无数的领导人 包括这边 前台的领导人 你随便就问他们 他们都知道 公司是讲对待 我们只要 想要 然后我们选择 不用再等 我们就去选择 选择从现在开始 你想要怎样的生活 你想要怎样改变你的家人 怎样去 跟家做一个乖的孩子 因为我真的 我很同心 我同心在 我妈妈要过世的时候 她是 原本我是给她 最不担心的一个孩子 但是她走的那一年 她是最担心的 最担心我的一个人 她临走的时候 她交代了 一条链 她交代了一条链 她带了 带了一条链 她叫 交给我老婆 所以跟我讲 你不用 你不用担心 我会在你身边 所以成功不可以等 如果你一直在等 你的父母亲也老 来不及 等你要相熟的时候 根本没有时间 这就是我的 千家福 只是说了一句 还特别特别的 我真的 我不总要用什么语言 或者什么字 来感谢 雷雷国家 还有 雷雍峰先生 我的IBC 尔拿东天 真的没有你们 就没有我 谢谢 真的 我只能再强调一下 因为我爸爸走的时候还好 我跟他讲 我欠人家120万 已经还完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好胖 再认为 贪战 不要乱胖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我刚才 听了你讲了 我决定不要买码票 如果要 金利一上台的话 就讲他躺在草地上 拿到四个字就中码票 所以有的人可能觉得 金利是天公 这么幸运 不过我觉得一个人能遇到很多贵人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有做对事 我很相信 你做好事 会有好事回来给你的 不过刚才 金利讲了两个小时 我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金利 那个 随便随便就给你 五十万新兵 那个朋友可以介绍给我 我觉得 我可以少说一点 就认识那个朋友 Binsteady 那个朋友 所以刚才 金利讲 他之前在做手机的时候 是在做直销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 新马的人也好 会对直销有一个 可能比较负面的看法 因为很简单 直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事业 当他有一些利益的存在的时候 当一些人 他有一些遐想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可能会伤害到另外一些人 那么刚才 金利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当他做那间水机公司的时候 公司换制度 这就是做直销的时候 你最担心的 公司是不是喜欢喜欢就换制度 而的确的 有很多公司 他会换制度 为什么 当一个正常的直销公司 当他发现 他给出去的commission 他给出去的bonus 太高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减轻 公司的支出 这个是做生意的一个方法 所以当他给的钱多 他就必须要想方法 把给的钱压低 他才能赚钱 所以一个正常的生意人 一个正常的直销公司 他就会去改制度 或者增加产品的价钱 为了平衡他的开销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听到 有很多人他做了某一间公司 三年了他不做 他去另外一间公司 两年了他又不做 为什么 因为可能那三年里面 他会发现制度一直改 一直改 原本你做这么多 你可以赚这么多的 他又改到你越赚越少 说真的当你在一个环境 你很拼的时候 他一直从你身边拿钱拿钱 把他钱拿走的时候 你会想做吗 你不会想做的 那么为什么 Vinter一直跟Gimli 讲这些公司不一样呢 因为的确的 因为11年前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出发点 并不是因为钱 我并不敢讲公司不要赚钱 因为谁开公司不要赚钱 除非我们是慈善 所以那个时候 11年前 为什么总裁林文峰 跟我会同利开VV呢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直交商 我们在思想上混了十年 我们问自己 没有找到一个产品 可以让我们感动 没有找到一个制度 可以让我很骄傲的说 我是属于那个公司的人 没有一个支付 当我把下线带进来的时候 我能帮他赚钱 我们摸索了十年 我们找不到 我们就问自己 如果我们找不到 那我们就去制造 一个这样子的公司 所以十年前 为什么我们叫做Reway 因为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不忘初衷 到底这间公司是什么 我们希望这间公司 是一个对的平台 可以让相信直销 这个行业的人 可以让可能对这个行业 负面的人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所以11年以来 不管公司开销多高 你不会听过公司 增加产品的价钱 11年前产品成本低的时候 我们3688 11年后产品的成本包装 全部都跟着起的时候 我们还是3688 11年前我们的费奥制度 是这样子 11年后他也是这样子 20年后他还是会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就会问 那公司不是不赚吗 你所有的开销大 这么多活动 那你不去减轻 你给出去的commission 你怎么赚 公司的想法是怎么样 有一些生意人 他会把议论调高来赚取 打一个比方 很多人做生意 10块钱的东西 他可能卖20块 他赚100% 那么VV公司不一样 可能一个100% 100块的东西进来 我们拨出去70块 公司赚30就OK了 那么很多人就问 那如果公司只赚30 怎么赚呢 很简单 有一些人 有一些公司 他们是以小业绩 乘以大的利润来赚钱 VV相反的 我们的利润少 OK的 我们就去制造大业绩 我们也是赚钱 所以到最后是你的初衷 你想要达到什么 而对于VV来讲 如果公司能赚 领导人赚 大家都开心的话呢 为什么不要一起努力 把业绩弄成更大 计论 即使每一个利润都少 不过至少所有的领导人 都可以从这里受益 所以我记得 IV我们的一个资深总监 当他开始加入VV的时候 成为一个营运部的总监的时候呢 他对于这个林文峰老板 他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就像Victor一直跟Dimi讲 老板都不同都不同 Dimi觉得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人的 老板的确是这样子的人 IV在加入VV之前 他做过20年的直销 的管理程 他看过的直销老板 全部都是一个样 有事情的时候跑掉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开直销公司 只有一个想法 他们认为开直销很好赚 很多人开直销公司 因为他觉得 我叫哪一个产品进来 写一个plan 人家帮我卖我 就可以赚好了 他没有直销的理念 他没有直销的文化 他不懂他的公司方向是什么 所以当钱到手的时候呢 他们就不放了 所以就会有很多公司 三年五年就倒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第一的目标是赚钱 所以IV对于直销 他已经觉得绝望了 他跟自己说 所有的老板都是一样的 这个林文峰也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 当老板要去把IV 带进来公司的时候呢 老板一直穷追不舍 一直follow out IV 那个时候IV还以为老板要追他 不过他讲太多了 没有 老板是希望他可以进来做营运部 那么是什么东西打动了IV 他发现一样东西 以前呢 身为营运部的他 当他把会员或者领导人 每一个月的收入给之前的老板 签名的时候 百分之一百 二十年以来 百分之一百所有老板 一定会回复一句 哇 这个领导人赚这么多啊 我要想方法改一改我的plan 不能他赚太多了 因为领导人赚多 就是我公司赚少嘛 二十年每一个老板是这样 不过当他接触V位的时候 第一次 他拿支票给老板签的时候 以前我们系统还没有RW 他拿支票给老板签的时候 老板一看那个支票 他说 哇 这个领导人赚这样小 我一定要打给他 跟他聊聊一下 跟他讲 你这个月赚袋子好了 你跟我赚多一点 这个就是林文峰的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前台的领导人 一直会苦口婆心 跟他们身边的朋友说 这一间公司不一样 因为他们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懂得去分析 如果你听得懂 刚才Gimme讲的 你会发现一样东西 他以前很努力 他很努力打病 他从一个行业 挂去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希望找到一个人生的突破 不过他一直做不到 这就代表什么 你努力不代表你会成功 因为选择比努力重要 今天在外面打扫的 他不努力吗 今天很多在打工的 他不努力吗 他也很努力啊 不过当你的平台错 当你的平台没有给你可以发挥的机会的话 你多努力 你要知道结果是什么 你只要看 在你的行业的人最高拿多少 你就知道你努力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看得懂Gimme的话 你看在Gimme最高的拿多少 就是说如果你对Gimme努力的话 你有可能变成他们这样 所以你自己去了解你继续分析 努力比选择更重要 而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继续 第二个选择去吃饭 那么我 我是选择吃饭 所以现在是我们的午餐时间 现在是11点53分 那么Gimme我们就往这个黑部这边过去 去我们的Gimme的VIP房吃饭 那么其他的嘉宾呢 就往外转右去Hawful 用你的这个票根换取你的饭盒 在Hawful吃 我们11点53分 饭饭啊 饭本啊 饺本啊 我们1点钟回来现场 好不好 OK我们去吃饭咯 我去Hawful吃饭盂